大家好 歡迎來到GG Channel 我是Calvin 今天是一個鄧炳強大戰立場新聞的第一篇 多謝多德這位鄧局長 他去評擊立場新聞的新聞報導 非常偏頗妖魔化執法部門 當中提及過幾篇報導 多得你 這幾篇報導是水蛇春那麼長 牽涉到一個智慧監獄 一個新的懲教處設施的問題 所以為了顯示出這篇報導有多誤導 多麼妖魔化 GG Channel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篇文章 老實說 你不敢評擊 我想也沒有那麼多人去理解這件事 你這樣說話之後 大家就看看 OK 就這樣 好了 先講重點 重點就是鄧炳強 今天出席一個叫做 撲滅罪行委員會 之後他就見傳媒 主動提出立場新聞 提外話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媒體 有些我相知擔心 其中一個就是包括立場 其實真的很危險 希望立場新聞 因為自己也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如何面對這些打壓 他就說這個報導偏頗不到 妖魔化 他就說立場不是第一次 作出這樣的誤導 立場新聞在11月 那時候 有一篇關於中大衝突的報導 事實不符 我隨時找過 我還沒找到那篇文 我想 關於警察 如何進攻中大 這件事 他就說 當時警方 只是守住這個二號橋 就不被人扔汽油彈 騷擾套路港公佬 警方從來都沒有進去 這大家都很記得 中大講一點 中大整件事 今天就不長講了 OK 又是一集的節目 我們很記得 就是什麼呢 最後在中大找到 二千多發子彈 催淚彈 原來你是沒有想著進去 你守住到橋 你守住這條橋 都要射二千多發子彈 我覺得 這班大學生 為主 就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應該是 特攻隊 海炮突擊隊 再加 海陸空三軍 撲砲棄 這班大學生 警察守住 人家防守 防守都要用二千多發子彈 你們學生做什麼 我有看過 他們有段影片 在裡面的運動場 做準備 投石車 可能是丫叉 OK 繼續 作為保安局局長 有需要 向市民 講清真相 你這些真相 我們領教了很多 立場新聞的編輯有回應 他就說我們堅持報導真相 傳媒的責任 就是監察權力 並呈現社會各界持份者的意見 包括弱勢聲音的意見 我們深信 唯有充分的言論 新聞自由 和多元的觀點 和互相交流 才能令社會進步 長治救安 這篇智慧監獄分開幾部分 其中牽涉到 關於香港 的 免遣犯 簽 免遣犯 情情 不是 免遣犯 聲稱 這個字很巧合 簡單說 就是難民 或者 容易理解就是政治難民 世界各地的政治難民 主要是藍牙的 稍後講講這個問題 就先會明白 這個智慧監獄 整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好了 我和大家簡單講 稍後會再深入講講 香港因為簽了人權公約 如果有些地方 他來到香港 他聲稱他是難民 香港就有一個類似政治庇護 類似 為甚麼類似呢 就是你聲稱你回到你的國家 是會被迫害的 OK 我們 我們 人權的立場 我們就暫時收留你 但收留完之後 整個配套 是不知所謂的 OK 在那麼多的YouTube平台裏面 我對於這個 免顯反聲稱 這件事 我可以說 我有少少 少少根據 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有insider OK 我有insider 香港有多少 這些免顯反聲稱 你不要講難民 南亞難民 香港有萬多人 那麼多人 南亞有多少國家值得? 柬埔寨 巴黎斯坦 斯里蘭卡 說得出 總之整個南亞都是 很多人就來到香港 OK 有些 當然是真的會被政治迫害 有很多 當然是假的 當然想來香港 是不是好世界呢 香港政府怎麼照顧他 他就會再外判給NGO NGO就會照顧這些假難民 提供兩件事 第一 就是一個居住的津貼 他會幫你租這些單位 租這些地方 就幫他交租 然後就給他生活費 給他日常起居飲食 首先 租地方的預算 是千多二千元 你想想香港租房也不可以租 所以有時候有些灰色地帶 其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說 不過我先說 就是 他的預算 例如我忘記了最新預算 例如2000元 租不到 這地方有2500元 就容許他 自己找方法補貼 大家先記住 第二部分 飲食方面的津貼 一個月又是一千多元 又是一千多元 香港生活水平很貴 有便宜的 但是整體也是貴 好了 重點是他們是不可以做事 這就奇怪了 你收留他 然後你又要他租屋 他租屋 和飲食 但是你給了允許 根本就不合理 那怎麼辦 他們有手腳 很多藍馬藥力大如牛 當然我明白你會想 那我看見有甚麼Uber EJ 不是 因為那些 是一定有工作的 這些所謂的難民 是不能給工作的 怎麼辦 只有兩個方法 一是黑工 一是黑社會 都說黑工 香港有些字頭 很喜歡招攬這些 藍馬 膽政命平好秋德 所以這個社會問題 根本是政府自己造成 政府自己造成 但是這件事 不關警察事 客觀而論 關甚麼事 當他們聲稱自己是難民 不是每個人都是 入境處 要去審查 審查 審條鐵 根本很多都不審 根本很多都不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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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如果審了 他要遣返回去 怎麼辦呢 就要找一個地方 暫時收留 而這個地方 其中一個 就是青山灣 的 入境事務中心 他們不是罪犯 只不過就是他聲稱 我是爛民不帶 最為甚麼我不批 你要遣返回去 那麼他就是代遣返 好像這個 有些小事 Ton Hanks 在機場 他代遣返 現在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將這班人 投入 一個大潭 新起的 自衛監獄 得到 罪犯的待遇 不單止 還要是升級的 因為罪犯都未至於 全天候被監控 而這班人進去 是全天候被監控 所以牽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不是警察的問題 是這個政府 爛民政策的問題 你問我根本就有心造成社會問題 我當你不是了 免得有 那你搞定 OK 第二件 就是 我不要當 這班根本不是罪犯的代遣犯人士 一般罪犯 可不可以全天候地監控 這是第二個問題 沒有說好到不好 這等於抗疫之後 你要看你管治得好 你監控一定可以的 現在政府 突然跟各位網友實施 全部家裏要安裝CCTV 你可以說不定嗎 跟安心相同一樣 他在於監察角度 他永遠都不會過份 他覺得現在有恐怖襲擊 國家安全 永遠都可以 在一個 執法者的立場 一個極權的立場 一定會傾向越來越多監控 因為沒有任何制限 第2個問題 就是監犯 合不合理 去這樣24小時全天候 監察 而第3件事 就是究竟這些 代遣犯人士 擺在受監獄的待遇 應不應該 幾個問題 鄧炳強說 現在有14000人 所謂難民 其中 超過11000人的聲稱 已經被審核 和上訴委員會駁回 須被譴法 我對於這個數字 我不知道是他說錯 還是立場報錯 哪有可能 萬一個走光 只剩下3000人 哪有可能 我覺得這個數字 非常之有問題 但是他就說有9000人 因為提出司法覆核 或者司法覆核許可 所以暫時留在香港 這些人 對治安造成很大的風險 包括曾經干凡他們犯罪行 曾經有個重大政治風險 必須被機留 大約有3000人 這個 簡直是偷緩概念 正如我所說 有這些 我當藍亞難民 為什麼會突然牽涉罪行 因為他不夠錢 一天就是黑工 一天就是黑社會 黑社會有什麼時候我們會頂 所以他們就變得 好像所謂的 空暴 有罪案等等 有幾罪案 罪不罪案得過陳同佳 他現在在深山練功 罪不罪案得過你放出來的余俊欽 余俊欽姓侵略的女生 已經放了出來 罪犯 嚴重罪行 好了 接著 他說大譚 我必須要講講這個 在講這個智慧監獄 不要看他的樣子 看看立場這篇報道 很詳盡 救命 有網友看過這篇報道嗎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打個帽子 我覺得這個節目做得很有意義 和你分享這篇報道 一定要 要講這篇報道才可以 說得出 他多麼誤道 和煽動 不是誤道和什麼 他不是煽動 鄧炳強哥的名字 誤道和 偏頗 這個大譚 現在叫大譚 的懲教署 本身 80年代的時候 是女犯 不夠位 所以 資源調配後 變成更新中心 在08年 比起少年 少年 誰知就沒有那麼多少年 於是又再 轉過 18年 就收了 18年就 關閉了 21年 剛剛 今年的5月 重新 見大家 變成一個 智慧監獄 OK 好了 變成了智慧監獄 之後就發生了幾宗嘔鬥 但之前也是有的 之前也是有的 好了 那我看回鄧炳強怎麼說 他就說 5月成為智慧監獄 6月8月 都有大型嘔鬥 待會立場新聞 就訪問了那些當事人 跟官方說法很不同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大譚懲教所 就是拘留所 不是大家看到可以煮食 那些爛民營 亦都不是更新所 這個是扣留他 盡快把他扔走 所以這個不是酒店 是要管理 我們做的一切所有事 都是保障 所有機樓人士安全 還有懲教處職員安全 現在警察會覺得他好 保障市民安全 你覺得你們安全嗎 安全 見不到你就覺得很安全 見到你就覺得很安全 他就說 智慧監獄用的設施 是為了更好更方便管理機樓人士 不是好似立場的抹黑 我稍後會講講怎樣抹黑 其中關於一個智慧手帶 因為要帶一個智慧手帶 全方位監控你 立場報道有個機樓者 因為帶完就生鮮 其實這樣不奇怪 24小時才帶著 他就說 不是呀 智慧手帶和日常標都沒有分別 是協助人去理解身體狀況 智慧手帶都可以帶到生鮮 智慧手帶就不是大了 運動標都可以帶到生鮮 是不是 不奇怪 他說 有人想惡名化 說這些白老鼠特意用智慧東西來搞他們 不是呀 這些是 首先 被這些被機樓人士 享用更便利的福利 不是拿他做白老鼠 你老母你自己享用一下吧 24小時監控 廁所也有鏡頭 看見弟弟 不是 他聲稱是智慧打架 這個技術拿去AV 發揚光大 智慧打架 鄧炳強 我覺得很欣賞你 我踏了一個新的智慧監獄 我讓你享用一下 這些福利來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 他就說 立場不是第一次這樣搞 11月的時候 報導過關於中大衝突 一如他們的手法 用幾個匿名人士 就說自己是中大大學裏 又說警方怎樣攻進去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事實 我們當時只守著二號橋 我們只是不被人扔泄油彈 警方都沒有進去 我只是想起 我不是說警察 我只是想起 兩件事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起一個 強姦犯 不應該整個男女比例 但這個比喻我比較全身 強姦犯 走著女士 女士害怕 掙扎 掙扎反抗 打到九宗面中 然後強姦犯 我都沒有強姦 打他 那些是無辜的 那些是你誤解作 中大 校園裏 二千多發子彈 各位朋友 二千多發子彈 他只是守著二號橋 如果他想攻入你 就不是二千多發子彈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攻入你 真的是 你是粉身碎骨 還不屁股 對著你學室 射爆你的頭 任何人或組織 無論用什麼 去包裝 用媒體也好 非政府組織也好 只要想違法 想危害國家安全 我們一定會找證據 證明你是犯法 任何犯了法的人 都會找證據 今天找不夠 明天找 明天找不夠 後天找 只要你犯法 我們就有方法找到證據 去證明你犯法 你犯法上癮 是不是聽完 你偶像倫伯 的歌藝之後 深受啟發 想去rape 我幫你補充一下 就不是 只要你犯法 他們就會找證據 是只要你 有任何反 任何批評反對政府 你就是犯法 這樣說 大家就明白 記者就問他 你這樣開立場名 你是不是找到一些證據 涉及國安法 準備去做事 OK 說 個別案件我就不說了 有趣 個別案件他就不說了 個別媒體他就說 他說這個警告 就不是給特定的人 是所有組織 這是地圖炮 那記者就問你是不是做事 你是不是準備抓立場 他又重複了 立場新聞就偏頗了 誤道了 要魔法 好了 立場新聞有記者 當然是擔心 我是立場記者 我不是要先離開 不准發文 不准發文 好了 就說完這宗這樣的新聞 就說了 就走了 OK 再有記者就問 是不是想取締媒體 那他沒有回答 就走了 再說一次這個立場新聞 請教署 其實這次 鄧炳強 是繼請教署 講完之後 他再 combo 請教署 在11月25日 批評立場有關 智慧監獄的報道 形容是借免遣犯 假難民的無理指控 去大肆炒作 記協和立場新聞的回應都是那些 我都很奇怪 你為什麼這麼大反應 程教署又講完 然後 鄧炳強又出來講 當然我不會說到好業 我覺得 他回應都是合理的 因為這個很大指控 其實指控就是 其實只是集中營 不是香港的集中營 這麼簡單 OK 好了 你說 是 誤導 擾摩法 很簡單 找第三方去檢查 很簡單 獨立調查委員會 2.0 找個獨立專業的 你這麼喜歡說外國都會什麼 你選吧 你選 你選一個委員會 獨立評估這個監獄 這樣 去拘管 或者這樣 拘留 這些代遣犯人士 含不符合人權 做 我讓你選妹 我讓你選人 你做就可以了 你不用澄清 你會不會做 你當然不會做 你只是說要妖魔化 我就告訴你 如果那麼容易妖魔化你 為什麼那麼容易妖魔化你 因為你劣跡斑斑 香港警察 就是打壓人權的一個代表 你看那些案件 你看那些法庭 有沒有制衡 監警會沒有制衡 警察投訴科沒有制衡 立法會沒有制衡 媒體被你抓 不要緊的 你覺得對就對 你不用那麼生氣 你不就立即拘捕了立場 他 幹嘛 你 說了事 你不用 說什麼 但我覺得他真的會拘捕 立場究竟 命運是如何 我也很擔心 我每天做很多節目都是看立場新聞 OK 我希望立場新聞 大哥保重保重 OK 還未正式開始說 這個智慧監獄實驗技 我們下一節 下一節回來 跟大家看真一點 這個智慧監獄 的 大揭秘 是